所以病人散发出来的病气会破坏你好的磁场 都让医生给循环代谢 所以我讲这些给你们听啊 你们好好学的 所以医生长期给别人治病 很容易自己也生病 所以在医学界有一句话 就是说治肝脏得肝病 帮人家治心脏得心脏病 帮别人治癌症他的癌症 接触太多了 你经常接触那些伤风感冒的人 你肯定会伤风的呀 对不对啊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要学会净化自己 并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做医生 做医生要有正气 要有好的磁场 病人的邪气上来了 他能够顶住 他照样可以做医生 对不对啊 所以要懂得 有的人站在你边上 你会觉得很讨厌 有的人站在你的边上 你很想多看他一眼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有的人是善业 这个人一看就是 哎呀给我带来很多幸福 很善了 我很开心 我愿意多看他 我愿意跟他多在一起 对不对啊 有的人一看他 讨厌怎么又来了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种气少的感应 这样的话呢 业力就开始产生 实际上业力就是一种磁场啊 大家听得懂吗 那为什么台湾跑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我今天跑到巴弹岛了 他们居然还跟到巴弹岛了 欧洲的法国的德国的 丹麦的全部跟过来 还美国的 加拿大的 还有 这个这个 这个我马上还要开发 还没去的那个叫 阿拉伯那个国家叫 迪拜 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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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也要成为共修主了 厉害的 我要是以后到杜拜去弘法 说不定你们又跟到杜拜去 所以 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很有魅力 很有气质 其实是指这个人的精神 灵魂 散发出来的磁场和力量 其实用佛法界讲 就叫缘分 今天我们看着观世音菩萨的像 我们看着 越看越喜欢观世音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磁场和能量 把我们吸引的呀 一看见观世音菩萨就开心 哎呦菩萨 开心嘛 对不对呀 所以 大家要记住 我们人 要学会精神上的干净 一个人修心 就会纯净 他的磁场就好 不但自己舒服 还能让身边的人觉得舒服 这就是经常人家说的 哎 我跟你有缘分啊 我跟你讲讲话 我也很喜欢讲啊 这就叫缘分 实际上吃尘 喝了呀 对不对呀 你们跟观世音菩萨 全是都有缘分的 所以你们想想看 连道教 他都拜观音了 现在到处都在拜观音了 因为你们心中有观音菩萨 在你们心中觉得很 好 很善良 很慈悲 我们愿意看到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们才拜呀 这不就叫跟观世音菩萨 有缘分吗 对不对呀 好了 如果一个人心神不干净 你发出的磁场不好 别人会感受到很不自在 尤其跟你在一起觉得时间长了 想说的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 再见啊 没缘分 而且会对对方 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我问你们呀 隔壁邻居 有一个张妈妈 对你好得不得了 接着你不停地讲 哎呀 坐在你家里 假的不肯走 你又不能干活 只能陪着他听 听到最后 哎呀 想想很多话讲不出来 被他全讲完了 最后 好再见了 再见了 好多冷 你说你害怕他吧 因为再敲门 你就害怕他 上门来 讲话 对不对呀 所以我们呢 就犹如我们人可以交流 但是当我们看到动物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动物啊 你们记住了 动物的磁场 完全是属鹰的 猫是属鹰的 所以很多店里面傻傻的 想发财 还放一个招财猫 在那里 你想想看 养猫的人 都是破财的 这个都不懂啊 猫是破财 因为猫属鹰啊 教你们个方法 好吧 先教你们听声音 我问你们 女人属鹰的 女人的声音 是不是尖的 大家妈 你知道吗 对不对呀 男人属羊的 哎 哦 是不是这样啊 那猫的声音呢 喵 对不对呀 你狗呢 就属羊的了 狗怎么叫的 你根本不叫了 你们已经有智慧了 孩子也不叫 你说大家跟师父在一起开心吗 像不像在天堂一样 这人们开心就在天上 一不开心就在地狱里面 对不对呀 所以学我学的这个样子 你真的是解脱了呀 对不对 所以呀 不要家里养猫 其实狗也少养 真的 因为他们是所以畜生到的 你看看 畜生的身上都有味道的 长不长 臭不臭啊 很多女人抱着他拍照片 哎呦 给他梳头 你吃他 他吃什么东西呀 脏啊 因为吃什么身上 就会散发出什么味道啊 你你你到那个shopping center 到那种购物中心 你只还没有到这个一排 买狗的地方 你就闻到错味了吧 在讲啦 你怎么可以养动物啊 动物一养属鹰啊 所以我们人 有时候在人间 做坏事了 就像动物一样了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磁场就是感应 有时候对方不开口 你就会觉得他身上有病 对不对 他不要开口的 他一看你看他的脸 我问你们 如果一个精神病走到你面前来 不开口 你还不知道他是神经病 哎你好吗 你是不是知道他是灵命啊 是不是脑子坏了 对不对 实际上是磁场 那么在跟身体干净不干净 洗过澡不洗过澡 没有关系 因为这种感应 是从他心灵散发出来的一种磁场 所以一个人 会用这孩子聪明伶俐 很可爱 实际上这个孩子 他是一种散发出一种灵气 很活泼的灵气 修行呢 就是把自己心中的身心啊 释放出来 让自己身体和心灵啊 跟宇宙融为一体 你的心胸越开阔 你就佛 就会住在你的心中了 你的心很小 你说菩萨怎么进得来啊 今天我们有这么个会场 那么你们全能坐进来 如果今天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 这么多人怎么进得来呢 对不对啊 把自己的心胸要宽大 所以过去有句话说 做宰相啊 宰相肚里 能撑船啊 大家听得懂吗 一个有修养的人 一个人你在家里坐 掌舵人是个男人 你就不能气量小啊 把瓶盖拧拧紧紧紧啊 对不对啊 经常跟老婆吵啊 你不像个大男人啊 你说今天李嘉诚这么有钱 会动不动就跟他老婆吵架吗 他不会的 他有气量啊 对不对啊 你看他 他跟人家小公司做生意 他把人家送到电梯门口 一直鞠躬 人家看见他这么谦卑的君子 人家拼命的把他去做 对不对啊 所以人要学卖税 长得越高 头要随得越低 越有资格的人 越有本事 越是有官位 或者有财运的人 大老板 我见的太多了 都是很谦卑的 你去看 就是那些小生意 小老板才会变得越来越牛 好像自己全用不完一样 对不对啊 我又想这样 小笑话 但是这个小笑话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 说 这个夫妻两个 对不对啊 夫妻两个人 这个 在 爸爸妈妈在谈 一个小孩子在边上 爸爸妈妈谈 这个小孩子呢 平时总喜欢在家里收收东西 就把东西藏起来 有一天呢 爸爸妈妈俩说 家里经济上很接近 没钱了 一点钱都没了 那小孩子呢 咬咬牙 就拿出来一张 五十万的钞票 就给他爸爸妈妈看 结果陪他妈妈 一个嘴巴打过去 你知道吗 这是烧的 那不是用的 稀薄 所以 我们人 就是要懂得 一坐下来 一闭眼睛 你就会感应到 自己心灵的磁场 和 来这种 好的感应会打开 你的正能量 就会发出 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不要讲话 坐下来安静 所以一个人 台长经常讲 发脾气的时候 动怒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决定任何事情 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一定会后悔 所以要把心中思维打开 理解自己的意识和头脑的关系 其实人的意识只是外界的一种感应 我感觉不舒服了 但是你头脑呢 要冷静 要清醒 别人说什么 你不能去动 就是头脑控制了你的意识 但是当你得到意识太多的时候 你的头脑被它污染了 控制不住 所以你就会跟着意识走 所以佛法界讲叫无为 无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什么都不去想 没去做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 你不经过头脑 这样的话呢 一个意识 马上就会在你心中浮现 可能讲这句话 你们听不懂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别人 有一个人跟你说 爱你妈妈 谈到你妈妈 你可以在几秒钟当中 妈妈的形象就出来 这就是无为自然出来的 大家听得懂吗 然后呢 并不是说 我的意思 哦我想 我妈妈是谁 我妈妈长得什么样 它是自然的 就叫无为 当我们学不学到后来 嘴巴里讲出来的 完全是无为 什么 就是无为 就是我今天讲出来 就是菩萨的话 你叫我动脑筋 我就是慈悲 你今天叫我做的动作 就是帮助别人 自然的 想都不要想的 就出来了 你就修成了 这就是菩萨说的 无为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意识 就是由你自己心灵的干净 磁场所变 台上告诉大家 你们今天碰到不好的人 他讲的话 让你不开心 其实你的磁场 已经受到他的干扰 甚至被他吸收了 所以碰到这种人 最好笑嘻嘻 先不要讲话 守住自己气 你越跟他争 你越生气 其实你被他气就吸收了 所以当这个人跟你讲话不通 很讨厌 他的时候 你就不要讲话 笑 称之他笑 因为记住 笑的时候 能够挡住对方的气 听得懂吗 人家在骂你的时候 你笑 他更生气 把他挡回去了 对不对啊 人家在骂你的时候 你还笑啊 气死了 对不对啊 所以台上告诉你们 你们要懂得 已经被人家吸收掉了 怎么办 回到家 要把这些不好的磁场 氛围 把它净化 就把它干净 用什么方法呢 坐在椅子上 很舒服的空气当中 人很安静 坐在那里 念 一遍大悲咒 三遍心经 大概五分钟 之后 念的时候很认真 你一会儿功夫 可以把你接受的 到来不好的气场 全部 笑掉 谢谢